我一年一時聽過 有一個人在UCL的荷格 被人捧死了 是220磅 一個星期 所以一個月都... 其實是很少落眼鬼坊 是嗎? 真的! 怎樣?你需要撿一下樣子嗎? 我不用吧 Hello,我是盡餐了 Hello,我是Jason Hello,我是Jason 現在這個時勢應該有很多人在考慮 正在去外國讀書 甚至是移民的嘛 我們這段影片就是 解答一下大家 究竟香港的大學和外國大學有什麼分別 我今天請到這個大名鼎鼎 讀這個UCL 這是一個學渣來的 我讀進去的 Hello,我是Jason 我讀UCL Econ 他跟我是由中一已經認識 中一同伴 你說一下你什麼時候開始到英國 中三已經去了英國了 因為中三我們通知叫做中文 嗯 那時候你真的想著 算了,不如不要讀中文 然後就走了 是啊 我記得你那時候去到就說 人家數學很廢 不是很廢 就是相對 一開始是 他們教的東西教得比較慢 其實那邊入大學率是怎樣的 基本上每個人都能入大學 Depend上哪一間 是沒有那些阿蘇 有Foundation 好像art那些 多數都要讀Foundation 如果你入UAL 某些科目是 一定要讀Foundation Foundation有讀很多東西 然後你就找你的興趣 又讀過香港中學 然後讀過外國中學那一點 其實是比較chill一點的 真的注重很多活動 我們中學 放學踢個球 一個籃球場 又排球隊 又籃球隊 又手球隊 然後幾萬個隊 資源決策 對 我一開始去那間 還要有條河 然後我就去搶一下船 然後 那上課的模式是怎樣的 你theory-based 其實都要讀一本書 不過它多一些 interactive的東西 譬如你那些science 可以很多人experiment 科目那些variety 多不多 應該比香港多 我想 見人家有什麼food technology 就是中學已經有得讀 是啊 你見我們就算讀音樂 也是要特意去外面讀 就是我們學校裡面 都可以讀 DSE的音樂 那裡就一定有得讀 就是你想讀 就多數都可以教人開班 我們UCLE是120個 我那課就90個 是Compol Compol裡面有三個模式 如果你四個都是30個 其實你讀四課而已 變成你一個星期 可能就是想4-5-6個小時的課 是啊 真的 你多不多 酒堂 多不多 其實我都不想過課 希望我媽媽不要看到這條片 講一下這個 吃東西 我聽說你很喜歡幫人煮食的 不是 因為英國買菜煮飯就很便宜 12塊 雞柳子 可能是60元港幣 吃了6天 但是你出去吃一餐 因為我倫敦又貴一點 起碼都十幾十磅 就是8-200元一餐 在香港其實大部份的大學都是很便宜的 就是一定有一些糖飯 可能20元 十幾元都有 但是香港大學就不是 因為香港大學的餐廳是外判給出片的 就是那些餐廳自己定價 正常可能4-50元 但是如果你一般香港的大學生來講 我猜出去吃是便宜的 然後我們就講住宿 有些大學可能是兩間房間中間夾了個廁所 但是都是一棟大廈 以前是煮好 一年我想一萬多元 一年一萬多元 OK 就是住在你那邊是怎樣 有幾個選擇的 一開始就確定你能住 但一年二年三年都不能住 我之後就有這個 private accommodation 但是也是貴的 因為我在倫敦 所以其實全部都很貴 UCL Provide那個樓 我是220磅 一個星期 所以一個月都8-98磅 這麼貴? 是啊 很貴的 是啊 那你是怎樣 是一間房間的廁所 是一間房間的廁所 但是房間是很小的 第二年住了private student accommodation 漂亮一點 就是private的 而且那些就不只是在UCL 所有倫敦U都在一起 所以我認識到很多其他U的人 有四個人就分享一個廁所 所以一個廁所 那個就更貴 就是可能三百多磅一個星期 這個月就可能1200磅 1300元 那些是住得舒服一點 還有漂亮一點 還有安全一點 因為始終錄得都比較大 我一年一年聽過 有一個人在UCL的房間隔壁 被人捅死了 蛤? 這年就再出去租 就跟同學真的找屋子租 圍回開房間200美 我回到娛樂的部分 聽到你的娛樂真的非常豐富 都是好像你們那樣 其實說真的 雖然KONU很接近南鬼坊 但其實是很消落南鬼坊 是嗎? 真的 我一年可能一次 萬聖節的時候 去繞我一圈 嗯 真的 甚至要玩什麼呢? 呃... 打牌 聖誕節 萬聖節 就會一層在Pandroid玩 但也不是真的 劈 是的 不是劈 我聽過他的故事之後 我就知道什麼叫劈 不是 我在UCL算是比較乖的 和其他U 就會有很多不同的collab 就經常去其他U裡玩 玩什麼? 任修? 不是 我們不是玩U 我們是正氣的 我從來是正氣的 有個Cambridge quiz 不是全部都很academic的 真的有些是粗的 I can tell 我也有參與 其他有去Baking society 我也有參與 其實很多人用家樂的 我聽說 在外國通常找另一本都有用家樂的 啊 家樂我就沒有 真的嗎? 不是 我知道有外國人用 但我又不懂香港人會用家樂的 那通常那些人如果出Pool是怎樣? 就是一群人可能去玩 玩得多就知道 玩玩一下就見了 重生一次媽媽 我是mime 我是很乖的 我很少去引走 其實我覺得 反而英國的Club是 比香港更開心 正常啦 牆壁也大很多 對 香港那些很大 就是你的武士 可能只有十幾二十個人 站著 然後就已經吐不了氣 就被人拚不到 但是你英國是真的 擋T-shirt 噴水啊 真的很多東西去玩 啊 可以說一下校園 Corn Yo的校園是非常小的 主要是只有兩個campus 有名campus和medical campus 有兩個sport center 一個是只有室內場 就是可能是籃球場 又爬球場 另一個就是大一點 有足球場 我那裡真的 可能跟你那裡差不多 有分兩邊 campus和city 你們很小 而且很散 很散 但是我聽說 人家的campus 真的很大 我去過Warrick 那些真的很大 但是我們在UCEO就真的 我之前在IV story 問過人覺得去外國升學好 還是在香港升學好 去外國升學的人是高達七成的 看看大家這些問題 你覺得外國世界很大 你覺得是不是 也是的 因為你香港很少接觸到不同國際的人 雖然我Econ 多數都是亞洲人 但是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的人 譬如一些羅馬尼亞 Montenegro 阿奧巴尼亞 那些 因為Corn 也算是多交換學生 其實在香港也接觸得多了 如果入大學 如果去外國就更加多 因為你打算讀完之後 你回香港 但是現在很多人都是打算 特地去外國讀書 然後在外國住 你可以解釋一下 為什麼你會想回香港 你可能在香港 不知道自己那麼喜歡香港 但是其實你去到你就會發現 很多東西 雖然你不是香港 但是你都會感受到 比較喜歡外國的學習風氣 香港呢 那些人比較商量 所以他不是很喜歡跟別人分享一些東西 比如說中學 我們那一年是 我們一起讀書 一起讀書 但是其實很多人都不是 很多人喜歡收買一些東西 是給自己的 但是其實那裡 反而最厲害的人 是最喜歡分享一些東西 可能真的 你要不要買我的紙 我寫了可能10天 那你也不介意 直接送給你這樣看 風氣不同 我覺得小時候眼光會不會贏 放在自己的班 或者那一級 就覺得我會跟這些人鬥 但其實基本上鬥的是一年的人 外國多鬼妹 那當然是多鬼妹 多外國人 多點科選 多點科選這個真的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讀完之後 我想要去英國讀什麼 讀書館管理 他的career就是成為一個 童書館管理 他說童書館管理 是要有這個Degree 才能做的 外國的Tilter 比較關心學生 會Present一個Friendly的態度 你覺得是不是 我覺得中學是 但是大學就 因為我那些 是有三十幾個人一個Tilter 其實我都沒見過一個Tilter 我自己遇到那些都不錯 就是會聊天的 不是定期的 但是全部都很Friendly 一些老一點的Professor 有時候會說 他的感覺就是 現在的教育是越來越 好像服務業 學生好像是服務對象 做得不會投訴你 沒有了那種Professor和學生之中 很新的連結 他們心裡面是想要那種Connection 本人在外國讀書之後 表示極度後悔 跟本地人基本上 不會結交到真心朋友 都算認識到一個Friend的 因為大家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文化長大 我覺得是真的 香港你和Friendly 聊些話題又很跌 大家都很認真地聊的 但是那裡 他又無緣無緣無緣無故 還有School的Ranking 其實School的Ranking 我覺得真的 depends 大學可能重要一點 中學就沒有那麼重要 你出去找工作 沒有人會問你中學什麼排名 那變成大學是重要一點的 好了 看完這影片之後 大家應該對外國讀大學 有多一些概念 希望對你們選 留在香港還是外國 也有多一些幫助 就是這樣 好啦 拜拜 你不是要說什麼 喜歡這條片 說不說都是這樣 好啦 拜拜 拜拜 大家應該對 外國生活 在外國生活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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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